三個縣爆發山火 居民需要疏散 雲區已經有三個縣發出居民強制疏散命令 避開山火危險區域 下午四點半左右 加州支防局要求石碧特縣、 Bielano州立公園附近地區要強制疏散 索隆縣也擴大了強制疏散範圍 索隆縣現在有三場山火同時在燒緊 其中Hennesse山火已經蔓延接近3,000畝 更多地區居民需要疏散 不過好消息是原本今天早上 Alameda縣對新路市發出的疏散警告 已經安全解除 天下衛視記者梁麗娜報導